陳茂波這個事件越滾越大 是否團地風波會令到陳茂波走不出政治困局 死路一條 我又覺得不用問水 也真是有答案 看回西方社會民主國家 已知到我們鄰近的日本 其實遇到這麼大的困局 通常都有一招 就是Cabinet Shuffling 我們就重組內閣 起碼被人覺得這手爛牌 即使你怎樣解釋也沒有用 但洗個副牌 換個幾隻會否又更好 可能有個出路 未必可以的 但如果真的要走這條路 起碼有三個方向要想 第一就是究竟現時有哪些牌 哪幾隻牌一定要丟走必定要換 我想最弱哪個局 政治能量哪最低 問題最大是甚麼地方 都很清楚了 我想發展局就走不掉 教育局要不需要換 其實可能很多人有意見 除此之外 就是現時誰已經入了局 是否有一些副局長 或者有一些局長 他們願意去捱義氣 或者令到自己的仕途更加光明一片 試試去另一個局做 說不定做到更多的事 這就是第二個出路 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或者是環境局 都是做得不錯 都可能找到合適的人選 最後就是 你怎樣都要有新牌 抽入 但這個時勢 哪有人肯進來政府做呢 其實有一些 之前呼之欲出的局長候選人 一定說局長候選人這個級數 不妨大家再考慮一下 誰現在民望仍然很高 說不定真的可以做replacement 現在入局都未頂 前面 wym逼回大家 1121 台北 警察 現在進警運送 219 閉hés 相馬 開始 出陰